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家的公共區域 涼的下面都黏著這個灰燼 有這個灰燼啊 它的空間感就會變得很大 然後涼的壓迫感就會完全不見 你們知道讓房子變高級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這個 每個人買房子一定都是把所有的錢 砸進去房子裡面 裝潢的錢一定都只剩下一點點 我也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如何跟設計師我們用 最少最少最少的預算 裝潢的有點微高級感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帶大家參觀 開始 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家的公共區域 就是客廳 還有我的書桌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現在首先先從玄關開始 這邊是我們家的玄關 玄關啊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很正常的玄關就是放純尖筒啊 然後我老婆是民俗專家 就是你的 他在這邊就是會放這麼巨寶 然後我們拿水晶那後面我們這邊會放 我們平常噴的香水 那這邊就是放墨鏡啊 鑰匙跟一堆口罩 而且你口罩顏色很多 就是現在你知道可以搭配用 然後這個很特別 這是一個穿鞋椅 那他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放室內拖用的 就是大家朋友來玩啊 可以放室內拖用 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也是我一開始看不懂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一下就是這一塊花磚 各位 這個花磚一開始都我根本看不懂 問我所有的朋友啊 男生都覺得這一塊很醜 女生都覺得很美 不過我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他很漂亮 那為什麼要設計花磚呢 人家說花磚是落成君 你鞋子踩進來的時候 因為是磁磚嘛 所以他就會比較好清理 你們都知道客廳如果有餐桌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就是他一定會變成雜物座 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我跟老婆做了一個約定 就是我們回來 不管什麼東西都不可以丟在這個桌上 因為我們上一個家就是 這邊堆滿了衣服 操作這麼高 就覺得不行 所以我老婆就很堅持 在這一次的裝潢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儲物空間 那就是這個 我們家的櫃子都是這種 就很像大椅子的櫃子 但其實這不是大椅子 這個只是飽辦 那這裡面是什麼勒 一堆渣物 反正我們回來 不管是狗屁都往裡面丟 原本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給樓的設計 我現在覺得它非常非常非常有用 反正至少我們家看起來是蠻正氣的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丟在這邊 不亂齁 但沒關係 插起來是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接下來可以看看這裡 這個區域 這個東西 除了你們看到的時鐘以外 這個東西很特別 它是Hungry的窩 Hungry是誰 就是我的狗屁 天日你不要跑 Hungry就是牠 牠的家 這邊還有牠的門牌 那這個門是可以打開的 那最副格是什麼 其實Hungry要平常 牠到現在 牠其實才一歲多 還沒兩歲 牠進去就是搖抱家具 我的前一個房子 就是被牠全部都搖抱了 其實牠待在籠子裡面 牠也不會叫 但是牠也從來沒有關過籠子 只希望我都是用一個柵欄 把它圍在裡面 這個空間 看起來 可能一般人的狗 也會覺得 喔 其實這樣就好像夠了 但其實沒有 因為牠真的 真的很靠動 所以牠 你們看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啊 我們是會把牠整個這樣 拉出來 牠的空間就會變成淡 我的朋友也有問我說 如果今天 牠不會再咬東西了 那這個區域不就浪費了嗎 我跟你說 裝潢的時候啊 這個東西 全部的裝潢師傅跟木工師傅 都以為 我是要用給小孩用的 我現在是還沒生小孩啊 不過如果生了小孩以後 堪貴如果牠會有地的 其實我好像在裡面 都擰一些那種軟軟的東西 其實好像真的可以讓小孩在裡面爬 牠有一坪 對 這個地方 牠可是有一坪 你知道一坪 現在房子多少間嗎 我的公 牠現在就在這個 一坪的空間裡面 反正我們在家 我就會把牠退進去 不在家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地方 拉出來 所以你們看這個狗窪 就是Hungry的家 拉開真的是超大 超級大 當狗真的很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正面牆 正面牆是我花的最多最多錢的地方 因為之前我的家裡用的是文化石 磚頭那個東西叫文化石 所以我們決定這一次一定要用真正的大理石來做 這個大理石它叫做 它的名字很酷 叫米飯骨龜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你知道我反而是什麼嗎 就是我是先買個大理石 才知道我有我櫃子的寶板的那個材質 簡單來說 如果今天我把這個也用成那個寶板 其實可以省很多錢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喜歡大理石的紋路 但你的預算有限 我跟你講拜託用那個寶板就好 其實不用真的買到這個大理石 我覺得這樣子太浪費錢 那這就是我整個客廳的主牆面 您拉勒 如果這個大理石換成用這個寶板 你一定可以省很多錢 超煩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我們的窗戶啦 窗戶有什麼好看的勒 我會買這間房子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沒有前陽台 就是客廳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平常落地窗啊不是都是用窗簾嗎 就是設計師推薦我們用百葉窗 其實百葉窗是真的賣得不錯 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級感 建制啦 但是就是它這個也可以整個收起來 然後平常放下來這樣 我覺得早上陽光灑進來是很舒服 而且百葉窗我自己說自己燒 所以如果你們想省錢的話 你可以客廳直接用這個 自己說算喔 所以百葉窗真的是不錯啦 我們家的木地板啊 都是超愛萌木地板 收編啊用的是這個收編條 現在木地板好像有兩種收編方式 一種是用sulicon一種是用收編條 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收編條沒有比較貴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收編條 所以看你們自己囉 sulicon好像是久了 它會浮出來 那收編條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收編條它是可以有售後服務 它就是如果它跑掉 它是可以來幫你充年的 這邊就是我的書桌 我們書桌啊 它在下面有幫我做一個地叉 這個地叉就是我如果充相機啊 或是充餅電 我就不用搬去其他地方充餅 就可以直接在這裡用 然後我們冷氣的品牌用的是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跟三菱電機好像是不一樣的喔 重工好像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之前是用那個核鏈 然後它那個真的很容易壞 非常非常容易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幾乎沒有在關喔 非常非常安靜 我都開26度 然後就這樣一直吹一吹 兩個月的電費2000多塊 超便宜的 而且它都有冷暖 所以這個冷氣我蠻推薦的 就是冷氣我覺得比較值得 可以花多一點錢啊 我的客廳後面啊 就是L型的沙巴 就是一個L型的沙巴 有一個這個 這個好像叫線板 啊我原本是想要在後面掛一幅畫 可是我現在還不知道要掛什麼 隨便啦 先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就是我覺得最高級的地方 帶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知道讓房子變高級的關鍵是什麼嗎 我告訴你們是開關的 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開關 因為我在裝潢期間啊 其實我很不要臉 我一直去看各式各樣豪宅的樣品屋 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的開關選用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牌子 是什麼牌子 獻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Panasonic的開關 這不是業配 因為我也沒夠格他們的業配 靠腰 他們你看它這個關掉以後 還有它這個開關的手感 超爽的 只要你的燈關掉 它都有這個燈會亮起來 就是你晚上的時候不會找不到燈在哪裡 而且你們有印象嗎 飯店都是用這個欸 就是飯店的床頭旁邊不是都是用這個嗎 所以我就篤定了 對 我就是全部都要換成這個開關 總之開關就是我覺得高級感的細節啦 非常推薦給大家裝 其他可以省 開關不要省 它可以讓你家看起來像飯店 我們家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在公共空間跟房間裡面 它隔了一根很大的很涼 而且很粗 因為我們是超高大樓 所以它那個涼就是一定會特別大 就是這一根 就是這一根超大涼 一樣嘛 我們要節省我們的預算 所以我並沒有多餘的錢去包涼 結果我在樣品屋的裝潢裡面 看到一招超屌的 就是這個 你們可以看到我在涼的下面 都黏著這個灰燼 有這個灰燼 它的空間感就會變得很大 然後涼的壓迫感就會完全不見 所以如果你想要省裝潢錢 我跟你說 灰燼真的是非常不錯 就是你看 我們走到這個涼下面的時候啊 你不會覺得這裡很壓迫 反而會因為鏡子這樣反射 會覺得空間感很大 尤其是從這邊你看 這邊反射去客廳的時候 靠超大 感覺很像空間變兩倍的感覺 好棒 這個設計真的是讚 都是從那個很貴的豪宅學來的 如果你們裝潢不知道怎麼辦 跟你說真的要去看豪宅 看看不用錢 看完就知道怎麼裝潢了 然後這個吊燈啊 我有看到那個非常非常貴的 好像有一顆那種好幾萬塊的 那這個是我從淘寶上買的 一顆一千五啦 秀啦 為什麼我會選三顆 是因為就是鏡子這樣反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顆 好像看起來蠻好玩的 就這樣一顆一顆一顆 無限多顆的吊燈 一個小趣味啦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 歷年的獎盃 歷年業績冠軍的獎盃 YES 這個就是一堆炸物啦 下面這個 如果你們家有掃進機械的話 你一定要跟室內設計師說 記得設計一個他的家 這樣子才不會掃進機械的地方吧 然後你看 因為這個是灰燼嘛 所以他這個地方 我們陪他說你也開罐就是黑色的 接下來要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廚房很大 喜歡煮飯的人會很喜歡 可是因為我真的用不到 所以對我來說是缺點 可能對其他人來說是優點 現在建商都會固定附贈 烤箱 微波爐跟那個洗碗機 他看起來超新 因為我們真的是完全沒用到 那你看 Weena Sony開關 硬要講有沒有 你看就是這是古銅色的 因為他這個顏色不一樣 剛剛看到的是銀色的 然後這個就是洗碗機 可能一輩子都回用了 那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 我們唯一的陽台 工作陽台也是小小的啦 就是洗衣機 冷氣 室外機 然後這個 這個是可以升降的 就是 因為我跟我老婆都很矮 所以這個可以升降 還不錯 就是這個可以這樣 自動的 上下自動自動 很棒齁這個 我現在要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女生最愛 也就是我老婆這次 她很堅持一定要有的 更衣室 大家一定都會想要有 一間自己的更衣室 我們的更衣室是做滑門 就是我把其中一髮改的更衣室 一定覺得很夢幻對不對 來我們打開看一下影片 亂到不行啦 我的天啊 我跟你說啦 人齁 生活跟現實根本完全不一樣 你住進來 你以為你會很認真整理 可是因為我們搬進來 我跟我老婆都是設計師 我們真的很忙 所以 老實說 我們就是沒有很認真整理 我們一定會把它整理起來 但可能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啦 這個更衣室 就是我以為他設計有問題 因為你看喔 這是椅架 然後 我的靠北 這是要掛個蛋喔 他給我的說法 我後來竟然接受了 但我覺得他說蠻有道理的 因為他說現在的衣服 到部分都是長版的 所以你掛上去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去折到下面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因為你看我普通的長袖襯衫 就是都已經會有點快要弄到地板 那你看這些比較長的就是 就是他就是不會用到 那所以那個那麼高的地方要怎麼掛 就是我們有去買這個 IKEA的這個 好啦 站上去就OK啦 這邊有其實蠻實用的功能 有一些實用 有一些我覺得很廢 我覺得最酷的就是這個 這個 它拉開是 就是那個 燙衣服的 這個我覺得 還不錯啦 雖然現在都用掛燙機 可是有時候掛燙機 如果燙不了的話 我就會把這個 拿出來用一下 這個我確實有在用 那 有一些收納就是做好看的 例如說這個 就是 這個是 商務男生 就是他有什麼領帶領結 他會把它放在這個上面 可是 我就沒有啊 所以你看這邊 這些地方基本上 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屁用 對我老婆來說 這邊就還不錯 就是 把皮帶啊什麼都放在這裡 這邊就還不錯 你們可能會說 欸還好啊 你有必要做這麼大的更衣室嗎 我跟你講等一下給你們看另外一間空房間 你們就知道有多可怕 我們都知道更衣室要搭配對不對 那要怎麼搭配 我們也不可能說衣服穿一穿 然後就走出去前面的灰燼 其實我們更衣室有一個小重點 我們的門關起來以後啊 我們把這個門後面做一個全部的很大的鏡子 所以平常就可以在這邊就是穿大 穿一下這樣 這個鏡子我很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 不錯 然後一樣硬要講有沒有 Pena Sony的開關啊 讚 然後我們往裡面走 就是會到我的房間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有一台這個 這個就是如果你叫Uber啊 或什麼娃哥的時候 這個鏡子看得到樓下 然後一樣 Pena Sony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客位 客位其實如果沒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根本不會有啊 就是讓Hungry進來大小便用 好接下來我就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神秘的房間 這間是主臥 這間就是我們的第三個房間 下到了吧 這邊全部都是衣服 全部都是衣服 這個房間應該有上百 我覺得搞不好有六七百件衣服 我根本沒有整理 搬家到現在根本沒有整理 我沒有空 所以我們的更衣室才會這麼混亂 就是因為這間房間的地上 全部都是衣服 太可怕了趕快去下一個房間 接下來就是主臥房啦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主臥室啦 主臥室沒有到特大 不過我們的床是虧Size的 我覺得放下去它的走道空間都還算蠻夠的 床頭燈 我看很多飯店就是有這個 所以我就硬裝這個閱讀燈 其實平常根本沒什麼在用啦 這個都是拿來鬧我老婆的 就是拿這個這樣射它 有沒有很像飯店 有沒有 我就是覺得飯店都有這個啊 飯店不是就是這邊一大堆 就是這種面板 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我才決定我要用Pena Sony的開關 那接下來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其實男生看比較無感啊 就是這個鏡子 這是我老婆的化妝鏡 那它褲在哪裡 很像明星的那種化妝鏡 就是它可以這樣 打燈打燈 看起來很漂亮 就是這樣子化妝好像還不錯 心情很好 你是不是很喜歡這個 對我就是想要當女明星 裝了這個燈以後 我們忽然想到 靠用那它化妝品要放 因為總不可能一直丟在這裡 欸那好險的設計是巧思欸 就是它讓它的化妝品都堆在這邊 一樣是收納的概念 對是收納 啊但收納就是這樣的 那個納就是很醜 就是沒差啦 就是走進去就好 蓋子裝 對我來說收納就是 丟進去無所謂啦 就是Long XR 所以這個鏡子 我覺得應該是 很多女生會喜歡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我們主臥的衛浴啦 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正常的衛浴 可是我們這個很寬 我們這個很寬 所以其實平常我們是可以 兩個人在這邊一起刷牙 然後這邊就是 因為等一下泡澡 它這個淡心浴缸很大 可以整個人做進去的那種 這個浴缸我們很喜歡 我覺得還蠻高級的 這個鏡子當然我覺得還不錯 它尬的馬桶除了米子以外 你看喔 它走到這邊 它會自己掀起來 這個很爽欸 就是有這個以後 就再也不會被罵了 然後它就是正常有什麼 暖坐啊 什麼蛙哥的都 反正這個就是它尬的啦 它一定有尬在房價裡面 這個就算我買的 但這個馬桶 我跟你講真的是會尖照 夫妻很多紛爭 我覺得這個也值得投資 因為它這個也會自己先 自己關起來 再也不會 也會自己沖水 沒錯 它也會自己沖水 我覺得這才是最屌的 好嗎 然後正常我們去看 那麼多房子 就是他們主臥的衛浴 一般都會有這個 乾燥啊 暖風啊 抽風乾燥什麼 這個就還不錯 全部的地方都介紹完了 結果我後來發現 有一個地方忘記介紹 就是鞋櫃 我本人是一個球鞋控 所以 我們大概有100多雙鞋子吧 那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很大的收納空間 那這個就是我放鞋子的地方 那這個鞋子的開法 它就是用抽的抽出來 我抽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抽法就是這樣 很大齁 這看起來超爽的 因為現在這裡面超滿 那這個啊 平常我們在找鞋子也好找啦 就是 都把它放進去就好 啊因為它有成板 所以高筒的鞋子也不用擔心 就是把它抽起來 高筒就放進去 那它這個都有做過這種緩衝 所以 而且它其實很好啦 它其實很好啦 那你看這邊也是可以 直接這樣子抽出來 選鞋子很過癮 把它填滿其實很爽 未來的目標是想要 深色一個 淺色一個 然後 Nike NIDAS 全部都把它分開 超爽的啦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男人的夢想耶 不過要把它填滿也是很貴的 那我們家就全部開箱完畢啦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巨乳霸鞋櫃 整個家裡最喜歡的地方